刚刚十点多钟就收到一些新闻,看到一些图片,大家可以看看最新的中美关系 拍到这张照片不知是否有特别效果,拍到他的头哭哭 不然马上已经到了北京,已经跟大家揮手致耳 看看下面有什么情况,都挺疏落 再看看有什么同行,除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陪同之下 接机那位是听长,这位听长就是外交部北大洋师师长,叫做杨涛 大家的辈份是如何呢? 看回报道就是,布林肯在美国排行第四个 第一是总统,第二是副总统,第三是中二奖 到第四就是布林肯,比如说前三个有什么移动的话,布林肯就会做美国总统 都相当高的位置,但我们找一位听长,大家都叫做友谊 所以不需要那么洩气,不过就是布林肯 你知不知道你之前,所谓来到访问中国之前 你们这些美国媒体有多么囂张? 囂张到有点看不过眼,这个就是来自 有一篇报道,就是说16号,彭博社就是提醒 中国最好要听听,布林肯来到中国去说什么 因为大家互设防撞栏,就是湖南 不过就是中国要小心点 你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整篇文章 你那篇文章说到你真的没有什么本事 就是你现在军事方面,还是很难和美国较量 所以你不像湖南的话,是你彻底 所以引起华春莹,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说,你整篇文章都有些问题 第一,说到中国好像是一个威胁 其实怎么威胁呢?你没有读过历史,读过这个地理 第一,你整班美国军舰来到中国的门口 那我怎么威胁你呢? 我又不是去到你什么加利福尼亚 不是去到你这个纽约对面 这就是一个问题,你一直挑衅 这些就是,如果再说,变成是踏山辩论 又说你是对,我是错,我是错 其实朱总经又说的是,华春莹在这个辩论式的 这个表面的言词就是,告诉大家 中国就是,不是威胁你,不是威胁你 但是也不怕你,就是不简单 不要再说你是这样,我是这样 这些就是留下你和学生去慢慢 比如说,学一个中美辩论,这个很有趣 但是外交不是说这种东西 军事实力才是重要的 所以就是,华春莹所说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人想伤害中国而自己毫无损失的话 这个幻想,就是告诉你美国知道 不要要不要扬威,你要记得跟大家清楚 我也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始终是保持这个开放态度 你没有想着威胁中国,你没有那个本事 而且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毫不犹豫 他喊问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合法政党的权益 就是说,对于主权的话,中国是不会犹豫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长篇大论 你又威胁我,我又不需要你去讲长篇大论 就是说,我们准备好了 你来谈,放下你身段 你减压,退回后面你之前偷抱的地方 没问题,我们来谈,还有一个合作 但是这样,如果你说 我想跟你谈谈 华春平这篇文章是英文的 我读回中文的译本 你会不会以为中国是不具备反击手段和意愿 美国经常说,你很害怕 你经常都要维持我平,你经常都要做大生意 你是宋朝,北宋 你要签禅渊之盟 因为你协于辽阁 那么强大军事力量,所以你要买我拍 这个就是美国西方的想法 就是我加以这个形象化和连用 所以华春平提醒了一件事 这个也是外交报很少见 如果你发言人说这些话 我认为这件事是挺出位的 就是说,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 有没有了解到中国朝鲜战争抵抗 美国侵略的英勇行为 美国是侵略,我们是抵抗 说这些话 外交报说,给你看回抗美援朝 还有,就是你 美国在越南,伊拉克或者阿富汗 哪场仗打赢的 就是说 摆明的就是 你说龙门阵也好,或者是什么阵也好 我说不怕你 听你又麻烦你好谈 不是我听你说话 你就回去想清楚 所以就在整个的 这个气氛之下 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我们 全国中国人民的交代 就是说 我们不是和你搞中美缓和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就是内地媒体 很多的殖民人 都很怀疑 你又要接待这位布林肯 他都不是来谈 但是现在就起码 做到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 你事前所说的 我们也是做足了这个防疫措施 就是说 你不要想着来说 我来教训你 或者你要维持这个防壮 不是撞死你 起码现在的势不是这样 接着会谈什么 我就不谈了 现在有些透露 不得听掌 就跟你接受 接待你这个美国第四位人物 不公平就不知道 不过是这个讯息 大家可以理解 他的时间来得不太长 很快就走了 分歧很大 那你怎么谈 当然 你要有一些老说话 来了好 可以有些谈好 没得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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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说话 就是谈什么 冷个提防 被人再教训多次 你别人不可以从实力 说话 那你就够没人 那就是 看看俄罗斯 怎么看布囊坎 布囊坎访华 他们不是觉得 这个是什么 带什么橄榄枝 什么中美缓和 中美缓和 中美缓和这件事 是来来香港 好像清清楚 是美国设计的议员陷阱 其实很多香港人 大陆的媒体更加工资 就说中美缓和 很好 好 中美缓和 中美没有缓和 我说一下 很强烈的军事 那个战略 或者外交方面的矛盾 根本没得缓和 问题就是 美国现在直接都没有和你缓和 他就已经是 抽了部 把你的红线 把他的台湾派打到盾了 那你北京干什么 俄罗斯一位专家 就是俄罗斯国立大学的 这位教授 就是教国立政治的 他就说 你来这个 他说 首先 他不会有什么成果 这么短时间 这么低姿态的接待 你想想 你见不见到习近平 我都要推敲一下 不然很快就揭晓 这个答案 这位细研科学者 就说他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说中美的对抗走得太远了 所以怎么说 就是说 哪里是中美的缓和 中美已经 不单有结构性的矛盾 而实际上 这一年来已经走得太远了 互相是一个较量 互相是一个摊牌 已经走得太远了 所以他 我想这位学者很同样的说法 我一直主张就说 中美是没有缓和 我又说这次目的主要是 就是台湾 起的问题方面 美国美国是什么好 就是说 美国是想和中国攀牌 亦都想和中国交流 亦都想和中国进行军事冲突 不过暂时还没有 这个也是 俄罗斯一个学者 他再提出一件事就是 中美终须一战 不是中美不须一战 基生家已经提出了 他不要说缓和 是吧 他说如果大家互相在沿岸之上 那沿岸之上怎么缓和呢 是吧 亦都是互相较量 他一步就是粉身水骨 他也是有个威胁的言语 就是说 美国是准备和中国较量 美国准备和中国军事冲突 不过这次贝南欧尼可能拖拖有时间 这就是俄罗斯的学者所说 他说 因为华盛顿没有时间建立 一支可以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陆军 我想海军如何呢 那你来到我们家门口 那你的海军是否 它力量可以横送我们整个沿岸的地方呢 大家想想一下 会不会互相有这个毁灭线的战争 会出现 这个不知道 理论上 可能还会有这个冲突 就会挑动 首先两件事 我先给你 我不跟你中国冲突 带布鲁云来 就跟你换和换和 这是美国的说法 换和完之后 但问题呢 他会挑起 可能在南欧方面会出事 这个就是 他提醒了 越南和菲律宾 火又富利 甚至没有日本 日本最好是什么 偷窄 那么近我们中国 还有 一个南韩 非常勇 一个新兴的强国 和中国是叫板 所以他也说 这个费联科总结就是说 很可能会挑一些越南 或者日本 和中国的一些冲突 而他更加争取这个时间 冲突了 可能会将整个形势 又改变了 整个西方就会完全隔绝和中国的任何所谓的合作 甚至制裁 充公你的资产 不和你合作 并不是可能 和华为中兴这麽简单 这就是西方俄罗斯学者的提法 那说回这件事 既然中美那麽不和 那我们要注意这些什么情况 好了 我们就带大家看看香港新闻 这个香港新闻 真的值得大家 真的要 要认真要 要細微一下 那我就 看一段报道 李家超就出席一位 出席这个 大家看到 国家安全教育 认可导师之甲 课程的毕业典礼 他说到一件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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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典礼 他说到 香港整体虽然梅伏稳定 说的当然是2014年2019的黑暴 和社会分裂 但是破坏力量仍然存着 这个就是我一直所看的 那个看法 不同的远对抗行为 透过不同的媒体 网络文化艺术渠道 继续发酵和散播 挑拨矛盾 政府会通过不同的渠道 推动国家安全和国民教育 加强市民对国安法和国家历史的认识 这个就是提出了他的愿景 我再赞上这位荷兰少年 看到提霸出现了一个流动 他还找了手要塞进去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些村民才一起出来 是和他协力去救这条村 不会再所谓叫做山洪暴发 但是他的问题所说到就是 现在虽然是拼经济 但是绝不能够调以轻心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现象就是说 现在还有很多远对抗 很多媒体 在进行这件事 我也想说 国民教育 现在要提高文明的维度 去讲一个我们的熟识 或者叫序事的主导权 和序事的内容 没有序事内容 你靠荷兰少年出来 每来说我们要提高警告 是没有意思的 那些村民或者其他东西 就说 你继续顶住 我们遲些才来 这样就会生红暴发 荷兰少年就有很大问题了 他说 他说的都是很忠诚的 都是很合听 很忠诚 推动国家 不单是政府 或者是个别部门的责任 而是整个香港社会的责任 这个我提了很多次 整个建制做什么 我正在做事 不然你不知道 那个氛围在哪里? 好 好 就是荷兰少年就在手指上 不会有人来支援的话 这条村子 始终都是洪水泛南 我说的 你不是说国安法 是靠国家法律去制裁这些东西 而是每一个方面 都会出现 是去抵制中国的文明进步 你就打开网上 你暂时看到所有什么 哇 一说新冠抗疫 你填了所有他们的歪理 就是说 中国就不好了 搞到现在这个抗疫 就害到他们的自由 社会的问题 就分裂了 又令到死很多人 他们隐瞞数字 你充斥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人去做了一个很清晰的东西 是定点去清除 或者定点不是去清除它 而是说我们讲回我们那套东西给你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准备 这个真的是 李家超说得很对 不是个月报名的责任 是整个香港社会的责任 当然他希望这些学员 读到这些知识之后 就继续去发光发业 喂 时间有没有考虑呢 这些是否叫重要 但不紧急呢 有50个学员毕业 他们是否继续去支援整个的 这个真的是文明的速度 香港人不能够在文明之外 就是中国现在搞新文明 全世界都可以推动新文明 如果我们在文明之外 我们就变成香港是化外之民 不但没有作用 还可能会拖后退 如果不是的话 李家超怎么会说这件事呢 我们连机未过 不是我说的 是吧 我是演绎的 你觉得不对 你也订阅你的意见 拖坏力量形在 不能调以轻心 但这些是 提出一个这样的 大家都看到的情况 整个工程在哪里 我们知道香港很多人住劏房 年轻人真的需要 我们的住屋问题都需要解决 那些房子在哪里 单位在哪里 什么时候建立 那我是持份者 我不是年轻人 我是持份者 我只是问一句 因为这些 这些 这些 所谓的软对抗 不是说短期 就是实际上 你几代之后 都会中 对不对 现在还是2019年 2019年 2019年 香港的思维 对不对 还是所谓以为 中国不是文明 拒绝进入中国文明 拒绝进入世界新文明的狂烈 这个香港就变成化害之闻 我变成化害之闻 我变成化害之闻 不要紧了 我几十岁 几岁 十几岁的年轻人又怎样 还是不是 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 整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 对于这些什么 尤其是新冠疫情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议题 在中国 色现代化的成就之下 有没有一个模特儿的内容 不是让那几十个 学员去看 整个学校知道了没有 收到没有 学校知道如何教了没有 而且呢 当然 你说这些就是 政府的工作或者是进行中 但是作为 我和Anthony 都是这个社会的持份者 我在这儿读书 在这儿长大 对吧 我们见证到 中国的真是由零 或者是由一个农民国家 都差不多的地方 甚至没有遭遇到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挫折 不如去到上升的时候 我们忍不忍心 把这些真实的东西 修坏修坏 不说 不做分为 李家超说得很清楚 你不要只要是国别部门去做 国别部门去做 很多事情去做 整天建制是什么 什么叫建制 我不清楚 总之以前 搞1419 有很多建制 就是那些建制 很多财团 出钱出力去教这些 去提供这些 去提供讨 提供这些 但是现在没有 为什么呢 是不是又要中央出手 其实中央出不了很多手 就是这些 我觉得这些就是 正如李家超所说的 这是一个危机 虽然有法治保护 但是问题是 整个思维会是怎么样 这个是很需要 就是你需要大辩论 大明大放 不是还在这里 再说 就是许多个学员毕业 我希望他们可以 发光发热 可以做什么 虽然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情 对不对 不做 也好像说 不谈好过谈 或者谈好过不谈 就是这些道理 不过答问题 你知道我说的问题在哪里 对不对 那么 李家超次再说这件事情 破坏力量 仍然存在 他明知 这里还有很多远对抗 我们需要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禁人的言论 而是我们要建立 我们自己的序市 我猜猜 你不是突然间 今天说明天可以爆出来 对不对 声气都没有 我说了十次 也不知道 看法才知道 但是这件事 我这件事是很正面的 跟他讲的 这个需要做的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接下来 有关照天赋 接下来 我都会看到 有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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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照片